主席 车谎骗人是另一马事 楚丫头 你也长大了 有些事情 爷爷应该告诉你了 大人 楚丫头的确不是 我儿的亲生女儿 但她 是我儿亲手救回来的 既然孩子已经救回来了 她就是我楚家的孙女 爹 这事是我干的 还是我说吧 大人 爹 正月初九那晚 县衙突然来人 让我去许家收尸 牙医说 县令大人都问清了 不用我再掩饰 许老爷的妹妹 是自己撞墙死的 这年还没过完 许家贤晦气 给钱 让我把人拖走埋了 我看许师前额 确实有明显的撞伤 便也没多想 这许家凉薄 一卷草席 就怎么把人倒了 我看她可怜 便打算找副官子 好好完整的 谁知道 怎么回事 怎么有个孩子 爹 你看 爹 爹 他死了还没多久 怀孕已差不多足月了 我感觉这孩子 我觉得这孩子 可能还有救 就想试试 没成想 还真就活了 是个女娃娃 这孩子 还真是命大 一准又好夫妻 这是谁家的娘子 是许宗芳 许老爷的妹妹 听说 是因为夫家遭灾 全都死了 来投奔许老爷 许老爷和许夫人 好像都不待见她 许家管家 就给了我二十几个钱 让我赶紧把人拖走 随便找个地方 把她给埋了 要不 我给许家送个信 让人把孩子接回去吧 送什么信啊 接什么接 一个死人 在我们五座家的棺材房里 生的孩子 谁敢接啊 对对对 爹说的是 爹 今日正月初九 是天公生 这孩子 这样都能活下来 兴趣 就是有老天爷在保佑呢 要不 就先在咱家里留一留 待过了上元节 出了年夏 我再慢慢跟许家说说 不管怎么说啊 也有许家一半的血脉吧 再说 许家家大业大 也不缺这点口粮 总有这孩子一条活路 哎 也是个可怜的人呀 行吧行吧 等安葬好了许氏 过完了上元节 我再去许家的时候 才知道 他们举家避祸去了 我也怕许家的祸事 牵连到这孩子头上 虽不知许氏惹了什么事 可连徐老爷那样的人家 都招架不住要躲出去 更何况 这么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呢 所以 我就没敢把这事说出去 不管怎么样 孩子是无辜的 所以我就把她收养成自家的女儿 这些年 外面说啥的都有 说除丫头 是我跟人鬼混私生的 又说除丫头 是我在乱坟岗上捡的 但是 就像大人您说的 不管怎么说 总比让人知道她是 她是从死人肚子里生出来的棺材子强啊